车区二资讯早知道 欢迎收看大家车一周车闻 我双双 你说吧 虽然年近过年 这车企不再发布 但从工信部申报就能偷偷预见 年后等着我们的有啥姓车 比如说这几L6工信部申报 875V快充上车 但看这造型 L7内心都在想 我究竟老大还遗孤啊 这设计时都背死我呗 同样叫L6的还有台理想L6 还是熟悉配方 增成5座SOV 售价25万多 你看这外观设计真是等笔笔套娃呀 回想去理想设计不上班 这工作想想就闲 为人民造车劳谋五零 最近也爱上了原地膨胀 上周越野Plus 这周BingoPlus也来咯 车长快4米1 车高快1米6了 纯电续航逼近500公里 车身膨胀吧 我这倒是不错 大家可以按需选择 但价格只求千万别水涨穿高 进口豪华品牌们总算动起来了 我前两天参加精明三发布会时 你看人家奔驰大聪明 都发第三款车了准备 这边宝满mini 纯电的还才刚申报 COOPER搭载135千瓦单电机 COOPER S160千瓦单电机 这个速度吧 另外呢 宝石街纯电的 KAN1月25号正式亮相 GPPE平台打造的首款SUV 800V快充系统 上车 小米而听确呢 你看网友吐槽 现在就出了尾部的小标板可以选择 而且你说我斯根这个苏七多有缘分 同时去南昆山跑山都能偶遇 准车主阿卓呢写了关于苏七底盘的 专业分析相关视频 感兴趣的欢迎一部观看 日产探路上市 2024还能坚守在燃油的中大型SUV 非常难得了 2.0T加上9AT 23.98万元到27.98万元 嗯 袁老师说详细的车评内容 那AX的Q&A呢 也在制作当中 大家敬请期待哦 哎 繁花大姐有看吗 你看路特斯的繁花也上市了 售价区间是66.8到118万元 这区间还挺大 而且高性能版 0百加速时间才2.78秒 800V快充 电池容量组是102千瓦时 高性能电动轿跑 究竟跑起来咋样 好期待捐子的试驾Vlog为大家介绍 定位纯电中大型SUV 星图星际元也正式下线了 哎 我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 我发现楼下有星际元的ES试驾车 而且据我所知 我看到YYP和AX都爆了选题 所以他们肯定会出相关内容 那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留意后续的更新 1月16号呢 比亚迪发布了玄机架构 并称今年开始会在制驾方面发力 有信心月身第一梯队 那我们公司的腾市N7呢 也通过OTA获得辅助驾驶NA 还有车对车快充放电功能 车主三哥会为大家后续的更新OTA反馈 最后广告时间到 想要买车的家人们 欢迎看看我们 若你是长安起源A05或Q05的异项车主 我们将送车上门 让你免费的深度体验5天 除了常规购车 我们也能为大家争取最大优惠 直营车也参与活动 若你想购买阿维塔12 小鹏X9 浩博HT 理想Mega 仰望蔚来领克 极客007等直营车 联系大家车旁买 或者戳下方图片 都有额外的福利可享 好了 以上就是本周的大家车 一周车闻 我是双双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